近期有民调显示 部长和蒋万安如果要叫出台北市长 以年轻朋友的支持度来看的话 部长是胜过蒋万安 那这样会不会增加参选的意愿 我小学四五年级的好感度最佳 我收到的信也是以这个年龄前最多 那帛琉在那天一百多个人之后 每天的近七天 每天的平均确诊数是72例 北极651例确诊 所以我们就公布 帛琉的旅游疫情深至第三级警告 方家说跟全球其他的国家都一样 那照着我们其他一样的方式 来做一些入境的管制 建议国人因避免 帛琉进行所有非必要的旅游 先跟大家报告确定的病例 本土的病例13例 境外移入的有25例 那12例是落地裁检 那居家检疫裁检的有13例 13个本土的案例之所以比较少 是因为昨天在自贸园区 家旨园区内的其他人员的裁检 来的人并没有全部都来 所以在呼吁那些还没来的 要尽快这两天赶快来裁 那这天裁了2619人 那就没有人确诊 那高雄的部分 有三个案例 应该是有一个是归在台南 从这个整个港区里面所验出来的 这边有势力 家人或者在他有接触者 桃园总共是有六个 那刚刚一个讲师跟这个 以前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华盛顿幼儿园的一位家长 那有居隔中 那由阴转阳 两位是姐妹 那姐妹这个案子 到目前来讲 才刚刚出来 那没有看到相关的关联性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要高度注意的案子 然后另外有一例 在龙潭 他是一位退休58岁的人员 也没有找到他的一个关联性 那活动 片级大概是新竹县桃园台北 都有这样的一个足迹站 那不过相关的足迹就由地方政府来公布 好大概 总共大概这里面看起来 高雄的案例到目前来讲 到目前的案例 还是跟原来这港区相关的公司 不管是在职场内 那或者是他的一个接触者 所以这三个 这几个案例都是还算是 在我们的一个疫调的范围内 那诊所的三位是没有 那就少了一条线 相关那时候有匡列的 诊所匡列的时候都会解除 那桃园的案例 桃园的案例大概就是刚才讲有三位 是我们现在会比较关心的 一位是刚才讲住在龙潭 那58岁的退休人员 那个足迹会公布 那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把它连上来 那两位小孩子 6岁3岁的姐妹 这也是目前 他的关联性还不明 那两个比较小的群聚 一个是郊西 郊西的饭店 那多了一位相连 那另外在房仲 这也多了一位有人相连 那刚才少讲了一位 就其中有一位是在居隔其满 除了两位在电子公司被隔离的那一位 华盛顿的妈妈之外 约平台 那这部分还是针对第三季的对象来实施 预约的时间是从明天26号开始到1月27号下午4点 施打的期间是从2月7号到2月13号 就是过完年之后的礼拜一开始 那在过年期间我们对于检测 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上网去查询 那今天下午到货的150万剂 是不是会有些分配给北市 今天到货的还是照着我们正常的预配 大家都知道 空间检验至少要一个礼拜 加上解冻 运送大概要10天以后才能够到地方政府 那第二个有关于北市这个争议 因为台北在前一波 没有参加中央的这样的一月的平台 那有很多单位有个别列车在打 然后他这些疫苗都已经发放到21家医院里面去 那就在这个平台的维护的时候 并没有把这些计算到里面来 所以中间就差了大概这个2万 那礼拜三再做一次的调配 那希望务必要让所有有预约到的人都要打得到